1月1日 西安市岩塔區象八東路 明德八英里小區的一位居民 在微博披露 物業管理通知小區居民 全部要帶走隔離 其間物業管理 沒有出示官方通知或文件 也沒有告訴大家 要去哪裡和具體的隔離理由 該居民說 他鎖住的單位 去年12月19日已經封樓 家居隔離 7次核酸檢測都是陰性 他質問官方 目前告知在家隔離和全部帶走隔離 本質上的區別在哪裡 這樣打包隔離 就是西安的防疫管控措施 另外網上流傳一份求助資料顯示 岩塔區豐葉高層小區業主 31日晚被要求離開家隔離 直至凌晨5時才轉到霸橋區向陽溝小區 11時早餐後就沒有得到食物 打官方的求助電話也沒有用 還有市民反映 晚上6時多被拉到隔離 半夜2、3時拉到偏僻的安置房 裡面什麼都沒有 只有簡單的鐵床 房裡寒冷 皮肉單薄 早上9時還沒有早餐 沒有人理會 陝西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告 2022年第一年 西安市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22宗 但當局派來的工作人員 全身穿著防護衣 甚至穿著重型生化防護衣 不禁令人問 當年武漢也沒有這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在西安封城之初 當局宣稱 物資充足 送糧食上門 市民不用搶購 但事實是封城之後 物流調配混亂 物價上升不止 很多地方的居民 根本就買不到蔬菜糧食 西安市民張先生表示 剛剛開始 他還可以兩天出去買一次菜 所以沒什麼儲備 沒想到當局突然封城 很快家裡的雞蛋 麵 蔬菜 就已經告急 另外西安疫情爆發之後 當局一直不斷大範圍做核酸檢測 不過有民眾反映 近日一些地方的檢測已經暫停 到目前為止 官方並沒有作出具體解釋 有網友認為 正是頻繁的集中檢測 造成更大範圍感染 也有人懷疑 官方為了壓低確診病例數據 索性暫停檢測 1月1日 還有人在網上披露 西安航空學院 2,000多名師生被帶走隔離 其中一些人 被安排在連久失修的住所 屋外下著大雪 屋內沒有暖氣供應 設施非常簡陋 而當中還有嬰幼兒